源自美好关系计划并由两岸三地设计师跟企业家 共同发起的设计书席活动 这一天是来到了西屯区的协和公园 有伴母唐建筑师发表拟袭的书席空间 而台湾市长林佳龙也亲自出席 除了肯定理念之外 当场也和副秘书长以及文化局副局长捐了三本新书 希望透过书席让阅读改变台中 当然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其他事务的长官了 唐市长林佳龙带头亲自钱商大名 和副秘书长及文化局副局长 一起响应美好关系计划中的这项设计书席活动 用阅读的力量来替城市搭起一段美好关系与连结 小小的一个书席其实代表了一种美好关系 这里面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们城市的定位 其实用英文来讲 我经过这些年我就把它定位 这项分享书籍的书席计划 有两岸三地设计师与其他设计师 我们拿我们对我们影响很深的书 我最爱的书 我愿意真心跟您分享的书 来交换一本与我有缘的书 其实这当中除了是知识的传递 书本的交流以外呢 我们还是一种发自内心 然后由我送出去的那一份温度这样子 这项分享书籍的书席计划 由两岸三地设计师与企业家共同发起 将美好的设计理念带入生活 并且透过分享与人连结出美好关系 西屯区的协和公园只是其中一站 全台中共有20个像这样的书席 遍地开花 让美好分享连结出庞大的网络 我自己认为美是从感谢开始 那当你懂得感谢土地 感谢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感谢你今天所看见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觉得美就会发生 然后美好的关系就在这里产生 活动发起人表示 预计13号将会动员所有的设计师 骑乘哈雷机车分成两路线 来到各地书席来巡礼 期待民众共享盛举 让阅读与分享成为城市改变的原动力 记者李嘉台中 查不到